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好不容易 这一个多礼拜 终于看到一个比较像样的上涨 那当然问题是 这个盘它是涨真的还是涨假的 会不会一日行情 那这个关键点它到底在哪里 如果涨真的它要涨到哪里去 或者是涨到什么时间点 或者是它要涨什么股票 其实这些内容 待会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们会一一的跟他去做分析 我们很逻辑性的我们来去推 到底这个盘它应该要怎么走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盘式 今天整个指数 早盘还在那边走震荡 结果大概9点半过后 整个指数就开始急拉 最高涨了369点 那最起码目前大概也接近300点左右 你看这一个多礼拜 从上个礼拜二涨电价开始之后 台北股市就一路跌一路跌 好不容易今天涨起来 对吧 那到底这个盘要怎么看 好我们来仔细看 很多东西我们会提早跟大家做分析 那当然我敢 我这么讲 不敢说一定百分百 但是当你有一个逻辑性去推演的时候 其实可能时间上稍微有点误差 但是他终究还是要沿着 国际股市的轨迹去上涨 或者是下跌 好不好 我们仔细看 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就有跟各位讲过说 这个礼拜要留意V转讯号 那我跟他讲说 很多股票跌下来 这个地方你要去从他的价值里面去看 OK好 礼拜二台北股市还在跌啊 但是我跟他讲说不合理啊 才会有超额利润 这也是针对个股的部分嘛 对不对 好再仔细看 昨天台北股市还是在跌啊 可是我跟他讲 这种是属于非理性的盘势啊 你看他遇到这种盘啊 你只能用点时间啊 去等他后面的空间 OK好 那各位 礼拜一就跟他预告说啊 这个盘 这个礼拜 他应该会有机会走V转 对不对 那到底这个盘是不是走V转 我今天测标就写了 我说那个V转的讯号浮现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仔细看 7月4号礼拜一的时候 我说留意V转讯号 那时候在8点43分的时候 还没有开盘 其实我也还没开盘 7月4号嘛 我就把这个礼拜 为什么有机会走V转的机会 一些条件 我有跟大家讲清楚 好那再来 这里有个重点 什么叫做V转反转的特性 我说V转的讯号 第一个一定是带量 而且呢 他是要拉指数 那既然是拉指数 就会涨全值股 对不对 所以我说当中央级的个股 有一档出现涨停 就是V转攻击的讯号 OK好 你看什么叫V转的特性 也都跟大家做预告了嘛 我们仔细看 台股今天大涨起来 有没有带量 有哦 现在预估到收盘 把名字去掉 对 现在预估到收盘 大概多少 最起码2500 2600以上 跑不到 我们目前看到2700嘛 对不对 所以已经开始带量 而且这个量 他也不需要说一次的爆太多 一下就冲上什么3000啊 什么3500 不需要 那反而有问题 慢慢量 慢慢我增温 好 所以他带量 那今天指数上涨 他最主要拉什么 你会发现到 全值股也在动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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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所以呢 有没有符合V转的特性 有了 好 那我们来仔细看 为什么我会说 这个礼拜 他会有那个V型反转的机会 虽然指数 还让你看到冲破断低点 可是我最近还是讲 我还是认为 这个礼拜有V型反转的机会 原因在哪里 各位我们注意看 7月1号就上个礼拜 5 那时候盘就在跌了嘛 那时候我有跟各位讲 什么叫正常版的盘式 什么叫不正常版的盘式 有没有 那时候我说会涨的股票 我也写在里面 你看今天是不是 涨到联电跟台积电 对了 好 我们来看 礼拜五的时候 我怎么跟他讲 我说台北股市 在国际股市 没有创低点的时候 上个礼拜 四 应该说从礼拜四 礼拜五 他就在创普通低点 那我跟他讲 我说美国没有创低点啊 还是把名字去掉 对 有没有 那我说台北股市照理说 应该这个礼拜 应该就开始要修正管理 结果没有嘛 台北股市还在跌嘛 对不对 我说这不正常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以美国股市的走势来看 那时候我在上礼拜五 就跟他讲 他是沿着月线走 那我说最慢到礼拜三 礼拜四 他应该就站上月线了嘛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你来仔细看 现在道琼 几乎已经来到月线位置去 有没有创低点 没有 高科技股 是不是也开始慢慢站上月线 对吧 礼拜五跟你预告的嘛 好 我们来看 美国高科技股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站上月线嘛 那你月线未来成本下降 所以月线不是问题 接下来是怎么供季线的问题 OK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因为美股在这个礼拜 他应该要是站上月线 那你台北股市继续跌嘛 那人家继续跌的话 那就代表说台北股市后面 他会有一个什么 V转的一个机会 他没有修正管理 他继续跌 所以这地方会有一个V转的机会 那当然重点在哪里 到底转不转得上去嘛 是不是 关键要怎么看 如果美国股市不整 如果美国股市继续跌 如果美国股市在创低点 怎么去走V转 所以关键点放在哪里 还是要放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好我们来仔细看 美股现在要怎么去看 蛮有趣的 有些东西应该这么讲 我昨天看到这种盘 我就跟他讲说 可能要花点时间去等他 因为他不是很正常的盘式 那我昨天跟他讲 遇到不正常的盘 你要用什么 基本面 产业面 什么技术面 什么筹码面 什么心理面 什么结构面 全部都没有效 对不对 那我昨天跟他讲 这些东西都是我在 进这个市场 前面十年在研究的东西 后来研究完之后发现到 好像不是够用 所以后面的这二十几年 大致上我在研究的东西就是 跟国际股市 国际金融 甚至于总体经济有关 所以你今天看我的节目呢 虽然盘式有的时候 在一段短期间里面 或许他没有跟国际股市接轨 但是我还是认为 国际股市才是重点 这让你不可能永远都不跟 国际股市接轨 那你干嘛开台北股市 是不是 所以国际股市怎么看 我们来看 昨天美国他去公布 联准会上一次的会议记录 如果我们从他上一次会议记录里面来看 官员都支持在七月份的会议 升息两码或升息三码 两码三码现在都不知道 但是就是升息 因为最主要他还是要去对抗通膨 而且同意说 可能需要什么 延长升息的周期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会说这几次升完就没有了 后面可能还会再继续升 那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防止高通膨变得根深蒂固 即便会导致美国的经济成长泛缓 他也是要打通膨 你看这样的言论你会知道 他非常的鹰派 对不对 后面要升息 大概也是预期当中了 我们再仔细看 好 联准会既然是那么的鹰派 那昨天美国又公布六月份的 ISM就非制造业指数了 这个地方呢 是55.3 那当然了 还是由于 比上个月55.9 有比较低 但还是在50的融合值上 就是说50以上比较繁荣 50以下就是衰退 对不对 但是有下滑 是不是有下滑 对不对 好 可是你想想看 这些消息对美股而言 他不是利多 问题是 昨天的美国股市没有跌 还接近月线 是不是 高科技股还站上月线 当这两个没有跌之后呢 整个费半也开始拉起来了 是不是 所以咧 怎么搞的 美国股市没有跌 好 我们来看 重点放在哪里 之前我们就 我4月12号有跟大家讲过 因为你通膨的问题 现在牵扯到一些升息的问题 所以慢慢的会有什么 经济衰退的疑虑会出来 有没有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这盘不对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高点你要卖 高点你要卖 对不对 好 可是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有一些讯号 会让我们看到 是不是真的经济衰退 还是说你只是经济成缓 经济放缓 这是有很大的疑虑 为什么 我们看 最近 之前通膨原物料高涨 我说铜银都创新低 这铜价 这小麦 是不是都跌下来了 天然气 是不是也跌下来了 对不对 当你原物料都已经跌下来了 那你到底还有没有 这个通膨很严重的问题 我说接下来看什么 接下来就剩油价了 因为美国的CBI指数 跟油价是息息相关 所以你看一下油价 很多原物料都跌下来了 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 我跟他讲 伦敦北海布兰特原油 他已经来到102了 102已经跌破 前面这低点105.7 所以我跟他说 这都跌下来 而且是带量 所以接下来就去挑战什么 俄乌战争之后跌下来 那个支撑区 那个支撑区带多少 994到101 我们算100好不好 就算100好了 左令又继续跌 左令跌到多少 100.69 已经来到前面支撑区了 其实盘中已经要98.5 所以这已经跌破了 是不是 好那各位你去想一下 6月份所公布的CPI跟PPI 是5月份的 5月份的数据 那时候都还创几十年来的新高 那你现在7月上旬 准备要公布的CPI跟PPI 老实讲 你看到一些原物料 农产品全部下跌 但是因为油价还没完全跌 所以照理说 它不太可能会再创新高 但是你要去看到说 它会出现什么 明显的大跌 然后通膨真的到顶了 那个通膨压力真的减轻了 我们老实讲 你现在看到这些数字 你也要等到 等到那个8月份 去公布7月份的数字 对不对 很合理 所以你注意看 之前我就跟各位预测过 0比前的升息时间点是这四个时间 那下一个升息三马在哪里 那时候我们说7月24号很有可能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连油价都跌下来了 你现在准备去 应该说你7月份公布的CPI 可能还没有让你看到明显下跌 但是你最起码你现在看到这些数字 8月份公布的CPI绝对是大抵 那通膨就减缓 所以你现在回想来看 颜测总共现在也看到这个现象 那我问你 7月24号会不会再升息三 很难说 搞不好是升息两马而已 是不是因为你都已经下来了 不需要大幅的升息 去把整个经济去做打压 所以你7月24号升息两马 利空出尽了 为什么 最起码你这里有两个月 你没有升息 没有升息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 你那个通膨大幅缩减的话 这两个月空档期 就是股市什么 大涨的机会 所以联准会如果说 7月24号升息两马的话 你看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最近有跌下来 昨天稍微有涨一点 涨了4%左右 合理啊 因为你7月要升息 所以呢 他会像之前这样 升息的时候创新高 然后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可是如果说 7月24号他只升息两马 各位啊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不会再创新高了 他不止不会创新高 我跟你讲 升息三马也不会创新高 因为那最后一次 那刚刚你升息两马呢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他就会大跌 你懂我意思吗 这些都是有利于什么 美股继续供 美股继续供 你说台股供不供 你不要说 那个不正常的盘 我这没办法解 但是最起码 你会跟国际股市接轨 而且对美股而言 我说美股 我认为后面这两个月 他会大涨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原因在哪里 各位 今明两天 你要注意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据是一个 今天礼拜四晚上 他会公布 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各位你注意看 最近这几个月 去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几乎在历史的低 这代表什么意思 都没有人要去领失业救济金 代表说大家都有工作 是不是 好那你想想看 当今天晚上公布的 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他没有冲高 那就代表什么 美国的失业率很低 合理吗 好那你想想看 美国的失业率很低 代表说大家都有工作 所以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我就跟他说 你去看那个美股 我觉得有一个现象 因为你一直升息 一直升息 当然对经济会有些压抑 那到底是衰退呢 还是说成长放缓而已 昨天我就讲 工商时报这篇文章 你要去看一下 美国经济衰退 这次有点怪 为什么 因为二次大战之后 有12次的衰退 那之前衰退呢 就两个特色嘛 生产减少嘛 工厂没有那么多的量 给你生产 失业率就提高嘛 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数据呢 生产可能有减少一点 对吧 合理啊 那个减少 减少合理的 可是呢 你失业率呢 到现在为止呢 反而在历史低档 那跟过去不一样啊 所以呢 是不是真的衰退 还未必啊 所以呢 你看哦 之前啊 联总会主席说 联总会是可以避免经济衰退的 很多官员也说 可以淡化什么 经济衰退的疑虑 为什么 他们就看到那个失业率没有创新高嘛 大家都有工作啊 所以呢 你说真的衰退吗 没有 目前还看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目前啊 整个国际金融的情势啊 或许是联总会最喜欢的 为什么 反正我就把股市打下来嘛 然后呢 让整个原物料也全部下来嘛 那你全物原物料下来就 我就没有通膨压力啊 可是呢 当原物料下来 股市又下来的时候 联总会的压力在哪里 啊 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 可是现在没有啊 你失业率没有提高嘛 所以呢 当整个原物料下来之后 大家都还是充分就业 所以我认为这个盘是 目前联总会 他最喜欢的 你说美股有没有机会 那这样看起来 逻辑推演出来 美股有机会啊 对不对 好 那你说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 那机会在哪里 我们仔细来看啊 再讲一个重点 你看最近的融资都在减 我讲一下融资减 是去年了 稍微待一下 因为时间不多 我们讲一下 昨天又在减嘛 来到1910亿嘛 快波1900嘛 对不对 这个水位是之前 15000以下的水位了 你现在14000了 真的是超跌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重点 你看哦 昨天外资的空单 已经回补了 8594口 他这波以来 空单没有 从农历过完年之后 空单没有超过2万口 结果呢 最近开始快速回补 昨天回补大概5000多口了 5789口 现在从口数呢 是8594口 这代表什么 外资的空单已经在补了 对不对 好那我跟大家说 当美股有机会 你现在外资的空单也不多了 那依照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 这个V型反转 照理说 它会涨到什么时候 我跟大家说啦 第一段先涨到7月20号 为什么 那7月20号是台子期结算 那你7月24号升息 你在升息之前 稍微有点震荡算合理 所以第一波先涨到 7月20号附近那里 然后呢再看联总会怎么走嘛 那如果联总会只升息两码呢 利空出庆 后面还要再继续攻 对我意思吗 好所以呢 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盘 就如同我们之前说的 我跟大家讲过啊 台北股市在第一季 是恐怖的第一季 第二季我跟大家讲 可是更恐怖的第二季 6月份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 第三季 它是属于攻击的第三季 我看法没有变 好那现在都解 盘事都解释清楚了 好重点是 现在要怎么赚钱 表现要怎么赚钱 我跟你讲 今天所有市场老师啊 看到今天涨的一定会跟你讲 你看我买什么 我大赚我大赚 我昨天就跟大家说过了 台北股市这一波 尤其这个礼拜在创破断低点 一堆老师从年初买到年尾 一涨起来就跟你说大赚 那真笑 那真的把投资人当白痴 真的都用骗的嘛 要不然有些老师就是 一路也是做多 只要看到跌就跟你说 他放空大赚 涨的时候呢 空单就不管 或赶快补一补 然后赔钱补一补 然后再去买多嘛 这些都是把投资人当白痴 我是不知道 你要相信到什么时候 但是最起码整个盘是怎么走 我们在整个研究的分析里面 我们是合情合理 那当这个盘走到这个时间里 你看今天开始大涨嘛 所以呢你会发现到 我在这一天我怎么跟他说 你看我把那个拿出来 你看上个礼拜五 我说这是不正常版 他要涨什么 一个连电嘛 台积电嘛 对不对 这是指标嘛 好各位我们仔细看 礼拜一跟你讲说 这里要走B转 我礼拜二的时候 我还跟他讲说 这礼拜我们开始进去了 虽然看到我礼拜三还在抵 气得要死 可是我认为B转机会还是在啊 所以咧 你看哦 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去买连电 378附近 你看啊 今天连电已经开始大涨起来了 有没有 礼拜一在这里嘛 是不是 他是不是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为什么会去涨连电 为什么会去涨台积电 之前都解释过啊 就是要这样子涨啊 因为你走B转就是在拉指数嘛 是不是 更何况之前的连电 我们前面这一段我有卖哦 低档有买拉高有卖 等到有低档的时候呢 我再把它买回来 OK好那再来 不正常版一个连电一个台积电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 这波我没有买台积电 我买连电之外呢 再来 我叫我们的会员去买什么 7月4号我们去买利基电 你看哦 利基电今天也动起来了嘛 是不是 礼拜一嘛 指数算还有低点 有些个股没有低点哦 好那重点来了 你会问我说 老师你说不正常版 是连电跟台积电 连电看到有进场嘛 老师为什么不买台积电 为什么我们会去买利基电 好我跟各位讲 原因到底在哪里 第一个 上个礼拜 因为上个月的时候啊 负时指数啊 负时指数啊 他把利基电纳入到 台湾50的成分股里面 这就代表说 当你整个外资要 回头来去买台股的时候啊 他就去买那个 富士里面的成分股里了 那富士里面的成分股里面 因为他把利基电 才刚纳入到成分股里啊 所以呢 外资他本身的持股是不足的 所以当外资回头买 他要买什么 台积电已经买很多了啦 当然他有卖 然后再买一点回来 是OK啦 可是我认为啊 他会回补到利基电里面 OK 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在哪里呢 你注意看啊 利基电呢 应该说今年的三四五月份 他的营收一路在创历史新高 接下来 六七八 去年的六七八月啊 这个地方的营收啊 都还是相对低的 这预告什么 他六月营收有机会创新高 七月营收还有机会呢 比去年还要来得好 八月营收呢 还有机会呢 比去年来得好 各文况 他赚了快五块 对不对 所以呢 本益比到现在为止呢 有没有 只剩下八倍而已 所以有些个股台 在这时间里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 很多东西有它的价值在 之前我们五月份已经做了一段 高档有卖嘛 那结果呢 当有低档的时候呢 干嘛不买 不买回来 有机会你为什么不买回来 之前外资 外资才刚 FUSI才刚把它纳入到成分股里 所以有些个股呢 外资会开始呢 进场去买 所以你就趁这个时间 你赶快去做教啊 当这些全职股一动起来之后 我跟你讲后面的盘会很精彩 那些IC设计只有本益比几倍的 两倍三倍四倍的 后面要开始动 所以你要怎么做 我都讲得很清楚了 只是说重点到这个时间点 你可能会担心啊 还在害怕说 这个盘怎么样 我说不正常的盘 没办法挤 但是当它正常盘 它就跟国际股市接轨 而且这一波我刚刚说嘛 7月20是第一关嘛 接二十过后呢 升两码再冲 你要不要做 你自己思考一下 好不好 想要做的跟着一起来后 这个东西 待会再说啦 好 因为讲太久了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啦 中期反弹机会到来 这里拼半年 让您过好年 运达同步 萧老师 反败为胜计划 只要二分之一 反败为胜计划 只要二分之一 您很有限 尽情把握机会 苏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 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这个苏波 02-2781-0909 只要拨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终极反弹机会到来 这里拼半年 让您过好年 运达同步 萧老师 反败为胜计划 只要二分之一 反败为胜计划 只要二分之一 您很有限 尽情把握机会 苏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欢迎到现场 刚刚我们已经把 整个台北股市 有没有去走V转 的一些特性 跟整个重要的关键点 还是放在美股 那现在如果说 美股升息两码 我说这个地方 后面会利空出境 再往上冲 所以到这个时间点 你可以继续看 问题是你越看 你会发现 越多低点会不见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赶快跟着一起做 然后掌握这个牌 那个V转的机会 拼半年过好年 反败为胜的计划 只要二分之一 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投资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